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今天是乌军入俄作战的第九天 乌方称俄军增援刚集结就被消灭 乌军新攻占了库尔斯克40平方公里 目前共占领该州1100平方公里 74个定居点 同时 乌军又攻入另一个州 比尔格勒德一个区 乌方通过技术手段进入了俄方的物流系统 对其交通与物流包括装备运送一览无语 目前 俄方又40万人撤离 离开家乡 美方对乌军攻入大额症是表态的 13日 乌总统泽连斯基在与乌军总司令 希尔斯基通了视频电话 他说乌克兰已控制了库尔斯克地区 74个地居民点 并在这些居民点开展检查和稳定措施 为乌克兰控制区制定人道主义解决方案的工作 也在继续 乌军下一步行动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中 希尔斯基在向泽连斯基汇报说 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 将库尔斯克州不同方向推进了1公里到3公里 新增控制面积约40公里 该州也有总计74个定居点被乌军控制 介绍个新确认的一个后续的消息 8月12日 乌军发射数百架远程无人机 攻击了莫斯科附近的 契卡洛夫俄空军基地 该基地距离克里米宁宫仅21公里 该基地不仅停放有1280空中指挥机 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钻机 相当于美国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有消息说 该基地被攻击后损毁严重 视频画面显示 被攻击现场如同天女散花一般 俄空军防空系统根本拦不住 俄国人边看边尖叫一片混乱 新消息说 可以确认的是 乌军现在已控制了 库尔斯克超过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同时乌军还俘虏了超过1500名 俄军士兵 其中还包括车臣阿克马特特种营的 网红士兵 今天乌军在库尔斯克又抓获了 300名俄军俘虏 乌方表示 乌克兰会遵守日内瓦协定 散待俘虏 保证这些俘虏到了乌军营地后 会过得比他在俄军的生活还要好 有个视频显示 一位俄罗斯士兵 他躲过了俄军督战队 躲过了天上乱飞的无人机 历尽千辛万苦 主动跑到了乌军的营地 开心的当了俘虏 8月14日 乌克兰记者向外界展示了乌军 控制库尔斯克地区苏甲市的画面 其中 记者专门展示了苏甲一栋行政大楼上 俄罗斯国籍被摘下的画面 以及俄罗斯设备被毁坏的画面 记者称 该是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 一些破坏是俄罗斯人自己 投下的空袭造成的 现在乌军的无人机在前线到处飞 同时乌军还成功的控制了库尔斯克地区的交通网络系统 可以通过监控摄像头监测俄军车队调动情况 这或许就是目前多支俄军增援车队遭伏击团灭的主要原因 战场处于对乌军有利的单向半透明模式 乌美称 乌军在夺取苏甲时候 乌克兰情报部门获得了进入俄罗斯物流系统的机会 乌情报技术人员直接进入了俄罗斯铁路计算机系统 将俄方的各种列车编组 时刻表 调度和缺陷检测等情况一览无语 这肯定会引发俄罗斯最高指挥部的恐慌 因为他们知道 敌人正在实时地查看他们的后勤行动 乌美发布了库尔斯克战区的最新消息 说我们正在推进并确保每一寸领土的安全 敌人的后备部队在重新的集结之前就已被歼灭了 他们正在被有计划的歼灭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彻底的摧毁他们 而我们确实正在做到这一点 入侵者没能击退我们 每天我们正在夺取他们的装备 摧毁他们的意志 这是最真实的抵抗 而我们才刚刚开始 未来是我们的 何方现在正在想办法向库尔斯克调集援军 俄媒天体报道称 几百名拒绝服兵役的俄罗斯人 被强行的送上了飞机运往库尔斯克附近 准备参加俄军即将发起的突击 这些人的亲属们表示 被带走的人里有一些人身体和精神存在问题 但这并没能让他们避免被强制送上飞机 大约三百人被送往不明目的地 还有大约一百五十人在距离库尔斯克 约七公里的一个训练基地出现了 如果让类似这样的部队去乌军精锐干仗 想想会有好效果吗 据称 乌方正等着俄军从乌东前线回访 以便可以在其运动中找到反攻的更多机会 如果俄军不回访 乌军将继续扩大在俄境内的占领面积 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件肉腾的事情 普京已表态称 要将乌军从俄领土赶出去 而从这几天的实际情况看 俄罗斯的地方部队战斗力都不怎么样 所以俄方有可能会从乌克兰战场 抽调大批的部队回访 那么乌东前线 乌军的机会就来了 美方对乌军攻入俄罗斯境内一事正式表态 美国总统拜登亲自露面 他对媒体说 他及其助手每周四到五小时 都要与乌克兰方面进行通话 了解最新的战况 他对记者说 过去几天真的很疯狂 我与我的助手 每隔四到五小时 就要与乌克兰通话 乌克兰进入俄罗斯 给普京带来了真正的困境 而美国则与基辅保持着持续的接触 有人将一周前全球股市暴跌 与美国白宫和国防部的动向联系起来 称华府的披萨指数 那些天的报表 显示美国五角大楼等机构 在忙着处理紧急事务 而增加了要外卖的数量 或许乌军后来入侵俄罗斯有关 所以有人猜测美方 事先知道了乌军的行动计划 不过美方一再否认 称乌方没有提前的告诉美国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表示 对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地区的任何计划 或准备工作 美国政府都没有参与 我们的作用是支持乌克兰的自卫能力 我们仍然致力于确保我们的乌克兰合作伙伴 拥有他们所需的资源 言下之意 美方只负责提供居员 怎么打仗是乌克兰自己的事 同时在美国国务院的官方网站上 出现了国务卿布林肯的名言 如果俄罗斯停止侵略 战争就会结束 如果乌克兰停止反抗 乌克兰就会灭亡 欧盟外交和安全负责人伯雷利宣布 我确认欧盟全力支持乌克兰人民的斗争 普京未能摧毁乌克兰对其无理入侵的抵抗 现在乌军被迫深入俄罗斯领土 各路消息都显示 乌韩军队进攻库尔斯克 似乎是乌方自己的决定 并未提前通知美国等支持者 纽约时报称 美国政府并未提前的收到乌韩军队 要入侵库尔斯克的正式通知 可能基辅担心华盛顿会要求起 取消本次行动 不过对乌军在库尔斯克使用各类美制武器 华盛顿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大俄除了遇到克星泽连斯基 也需要像拜登这样老谋深算 不动声色的人去对付 截至目前 没有国家谴责乌克兰入侵俄罗斯的行动 只有俄罗斯自己表示出极大的愤怒 称要把乌军赶出去 能否赶出去 还要看实力 而不是放口炮吓唬人 有俄方军事博主称 乌军可能会从库尔斯克南下包抄比尔格勒德 因为比尔格勒德是俄军进入乌克兰的主要的前进基地 不仅有大量的指挥机构和物资 还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乌军甚至都不用控制相关地区 仅仅将这些地区纳入乌军火炮射程内 就能让俄军遭受严重的损失 并影响到乌克兰战场的整体作战 估计乌克兰方面也会想到这一点 俄方军事博主还纷纷担忧 乌军很可能会将比尔格勒德和库尔斯克的战领区连接起来 因为科洛特利夫卡区正位于两州交界处 让俄罗斯人揪心的事还发生了 乌军已向乔特基诺和比尔格勒德 别兹梅诺和科洛基洛夫卡发起了攻击 一旦这些位置连起来了 乌军占领俄领土可达2000平方公里以上 俄罗斯比尔格勒德的州长格拉德科夫承认 该州克拉斯诺亚鲁日斯基地区的科洛特利夫卡已被乌军占领 继库尔斯克州此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 俄罗斯比尔格勒德州14日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原因是乌军也进入了这个州 由于乌军对库尔斯克和比尔格勒德的进攻 加上持续的攻击俄军的带欧储存基地 现在此前长期困扰乌军的华翔制导炸弹的轰炸次数也变少了 比如在哈尔科夫前线 俄军的空袭次数就从此前的每天平均30次到60次 减少到现在的10次左右 8月13日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纪赫一对外表示 乌克兰无意占领库尔斯克地区 我们不需要别人的不像俄罗斯 这可能是个信号乌方要以土地交换土地 迫使俄军从乌克兰境内撤军 不过前天俄总统普京称 还会继续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直到完成所有目标 这可能是嘴硬 也可能是他心里的真实的想法 一般这种强人是不会轻易改变他 即便是撞到了南墙上 乌方放出了这个信号 也佐证了之前网上传言的 乌克兰将在库尔斯克进行公讨 许越俄罗斯那样将库尔斯克 纳入了乌克兰所图的说法 是不现实的 就这么前 库尔斯克州已疏散了18万人 比尔格勒德疏散了11000人 俄频道称近期将从边境疏散40万人 这些人不得不离开家乡 日前俄方在靠近边境地区的地方 已建起了一些安置区 安置这些民众 一些俄罗斯人正在体会被他国占领的滋味 这个信号是按试炉仁华 中文字节目之后 中文字节目之后 感谢观看